其實我在9月26號 我曾經跟當事人 被害當事人 我們在談了一個多小時 我衝突表達歉意跟表達他關切的思想 我們絕對不會讓任何人 尤其像這樣的當事人 再次受到絲毫的傷害 那我是檢察機長 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 沒有什麼話好講 所以警眾組這樣的發表聲明 也是我本來的意思 我應該負責 我應該把這個事處理很妥當 讓被害當事人 他心裡受到一定的補償 徐北警察局發生這件案件 我今天是來再次向當事人的票簽譯 因為他受到傷害 這件案件發生的當天 侯友宇市長已經明確的指示 一定要側卡清楚 言語處罰 而且要對家屬要致歉跟質疑 所以我們分級在第一時間 在當天就透過媒體 向當事人跟社會大眾 公開表示歉意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分級也九十以上 有時候我們找不到黨事人 我們一直似乎善意跟關心 希望能夠尋找大家和解的方法 但是我們主動把這兩位同仁 一種好辦 按照我們絕對會配合司法要好 因為該怎樣就怎樣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會用最大的善意跟誠意 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我在九月二十六號 我曾經跟當事人 被害當事人 我們在談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通過表達歉意 跟表達他關切的思想 包括安全 這部分當然警察要不決定責任 我們絕對不會讓任何人 尤其像這樣的當事人 再受到絲毫的傷害 這是我們的責任 親別的警察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這裡人口重多 但是該怎麼辦就應該怎麼辦 那我是警察局長 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 沒有什麼話好講 所以警眾組這樣的發表聲明 也是我本來的意思 我應該負責 我應該把這個事 處理很妥當 讓被害當事人 他心裡受到一定的補償 這個案件的部分 我們針對我們認錯人 我們再次的誠懇的跟我們有防線民眾 表達歉意 那另外我們也剛剛我們警長講的 本分局一發生的時候 案件一發生的時候 這個市長跟局長都很重視 而且在第一時間我們就按照規定 這個移送法辦也不寬待 這個部分我想這個再次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本分局的立場 絕對是EVA來處理